大家好,我是张九一 在买房子的这件事情当中 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 现在的人越来越喜欢买新房 虽然说很多二手房的位置非常的不错 但是户型配套比不上现在的新小区 所以很多人愿意去售楼处买房子 去售楼处买房子真的就可以一帆风顺吗 开发商有几个秘密是不会告诉你的 只能通过我们自己不断的去摸索 买房子不等同于买白菜 如果你买了后悔了想要退房 简直比登天还难 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买房子之前 一定要学会一些房产的基本知识 毕竟买房子一掏就是上百万 谁也不敢拿这个赌明天 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 我们去售楼处买房子的时候 开发商不会对你说的几个秘密 那这几个秘密是什么呢 看完以后别忘记点赞关注和转发 如果大家在房产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也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 或者说在我的专栏去购买观看 首先第一点就是楼盘质量问题 这个是你买房的基础 没有质量会影响到我们以后居住的体验感 在市场上呢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真理 销售最好的房地产开发商 并不一定是房屋质量最好的开发商 很多人提到大开发商有实力的开发商就会说 就买他们他们的房子准没错 然而往往我们发现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大开发商建的房子 出现各种质量问题 比如说我的一位朋友花300万的高价买了一套高端小区的住宅 而且这个小区呢还是知名品牌开发商开发的 结果他装修完成入住以后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外面开始下大雨的时候屋里面就开始下小雨 而且住了半年以后整栋楼的外墙墙皮开始脱落 有几次差一点砸到了在小区内部算布的业主 所以说花大钱并不等于房子质量就好 那为什么大开发商质量会建的如此粗糙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利益的问题 大开发商资金非常充足 在一个城市或者全国多地都有楼盘在进行 所以呢开发商就会加快售卖的速度 那么售卖的基础就是要拿到预售许可证 要想拿到预售许可证就要达到预期的工程量 所以呢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会存在某些瑕疵 那我们应该如何去甄别开发商的房屋质量问题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去看一看这个开发商在这个城市 以前开发的楼盘怎么样 包括我们去看他的配套以及小区建设的是否人性化合理化 还有呢可以询问已购的老业主是否有回购的意愿 或者说向他们了解这个开发商所建的房子质量和居住体验 因为只有住过才知道哪些方面有优点 哪些方面有缺点 但是呢我们在进售楼处的时候 开发商都会宣传自己的品牌非常好 实力强劲质量过关 而且性价比最高 目的就是拿下你 让你在众多的楼盘当中选择他们的楼盘 所以这些他是不会告诉你的 第二个秘密就是户型 很多人说户型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不好我就不买 这个还有什么秘密呢 其实这里面的秘密很大 因为当我们在看房子的过程当中 走进售楼处的那一刻 其实你就已经让别人牵着鼻子走 说白一点就是你在跟着售楼员的逻辑走 包括他们强加给你的楼盘规划以及样板间 所以当你看完这些以后 难免你会冲动的交定金 因为你的思维完全不是你的思维 你在跟着别人的思维走 户型说起来很简单 我们要买方正的户型 我们不要去买一些奇葩的户型 生活当中大家都见过以下奇葩的户型 有开件大的户型 有手枪户型 有风筝户型 有跑道户型 而这些户型都不是主流的户型 不会被大众接受 所以这样的户型如果你买到手中 那么你的房子直接我可以告诉你 即使地段再好也是贬值的 通常什么是方正的户型呢 第一要做到南北通透 第二要做到布局合理 布局合理这里就讲到了近身和开肩 那之前我有专门的视频就讲过 这个近身和开肩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个合理的户型 近身和开肩的比例应该是1比1.5 如果近身过长家里面会非常的阴暗 而且压抑 如果开肩过大家里面保温效果不好 而且没有任何隐私 所以只有做到长宽比是合理的情况 我们拿着才舒服 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日常用的手机 为什么我们刷视频要求的视频比是16比9 而不是16比15 也就是说只有达到一定的比例 我们的观看体验才是最佳的 那么同理只有户型的长宽比是最合理的状态下 我们住起来才是最舒服的 所以在这里给大家一点建议 就是刚需在买房子的时候 一定要选市场上比较主流的户型 因为你的选择是大家的选择 第三个开发商不会告诉你的秘密 就是买新房找中介更便宜 往往很多人有一个错解 开发商所标的价格 和中介所标的价格完全是一样的 那么中介属于中间介绍方 如果我跳过中介直接找开发商 我是不是就省了很大一笔费用 如果从正常的逻辑来看 这个想法一定是正确的 但是在新房售卖的过程当中 这是一个错解 这完全是错误的 开发商为什么离不开中介 因为除了开发商自己打广告以外 中介才是能够给他带来最多客户的群体 我们去找中介买新房往往是不收服务费的 但我们去买二手房找中介一定会被收到天价的服务费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是中介好心吗 其实不是的 是因为呢中介的服务费是由开发商结算的 所以如果你通过开发商直接买房子 开发商没有任何费用 当然可以不跟你讲价 或者讲很少的价 你买到的房子肯定就是一个高价 但是如果你通过中介 首先中介和开发商是合作关系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就会拿到一定的折扣 再加上中介还有一定的返佣 这个我不细说 但是你要知道 所以综合起来讲 找中介买新房 要比找开发商买新房更便宜 还记得前一段时间 开发商在售楼处装摄像头 只要是进入售楼处被拍到的 就算是自然到访客户 和中介没有任何关系 想象一下其中的逻辑 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买新房要找中介了 第四个开发商不会告诉你的秘密 就是车位的问题 当你去售楼处买完房子 交完定金 售楼员一定会给你推荐车位 因为这是你身份的象征 这也是大部分人所认同的问题 就是觉得如果自己有车 就一定要买车位 买了房没有车位 那就没有了灵魂 其实这样真的对吗 但如果我说你的选择不对 导致到你多花了冤枉钱 你服不服 不服呢 我就给你讲原因 其实买车位和买房子一样 也是需要看地段的 并不是所有的楼盘 我买了房子 我都需要去买一个车位 具体怎么分析呢 如果你买的房子 地段非常好 处于这个市区比较好的地段 那么我建议你 买完房子就要买车位 因为你的地段不错 那这周边的配套也非常的齐全 配套的丰富 带来的就是人员的大量聚集 所以停车问题就变成一个很难的问题 那么你的周边没有停车位 所以呢 你只能够买车位 而且地段比较好的小区 往往土地资源也是有限的 我们会发现呢 很多地段不错的小区 几乎呢 都不是大型的小区 所以说 它的车位也非常的紧俏 通常的车位比呢 不会达到一比一 所以呢 这样的地段 就要尽量的去买车位 那如果你买的房子 地段稍微偏僻一点 这个时候 你就要看你周边 是否有很多充足的车位 可以供我们去停 如果有的话 我们选择租就可以了 而且这样的租金是非常便宜的 一般地段稍微偏一点的小区 人流量没有那么大 而且即使这个楼盘被卖完了 也不一定入住率有多高 很多人只不过是为了投资而买的房子 所以车位就显得非常的充足 如果这周边又有很多车位 而且这个小区内部的车位比 也能达到一比一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买呢 为什么我们不租一个更便宜呢 第五个秘密就是物业问题 之前我在我的视频当中详细的讲到了物业和业主这么多年的矛盾 其实说实话 物业是我们共同花钱交物业费来请物业为我们服务的 结果物业却反客为主 成了小区的主人 左右业主让业主苦不堪言 所以在房价这一环 物业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一个好的物业能够让业主住起来非常舒心 而且房价是成上涨的状态 如果一个物业没有作为 那这个小区本身矛盾就很深 你指望它卖上高价钱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选物业就显得非常重要 很多大的品牌开发商会自带物业 那这种物业其实是内部管理 他们的服务就非常好 可能物业费会比较高一些 但是他们的服务绝对是值这个钱的 所以我们去买房子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 物业的服务到底怎么样 看一看以往服务的小区口碑怎么样 相信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